你跟他在谈恋爱吧 对吧 谈恋爱首先第一点要什么呀 两个人先有爱 是的 你有爱吗 也有啊 有吗 也被他感动了吧 那叫感动那不叫爱 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说 你又胖又懒又馋 你爱一个男人会这么说的吗 节目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位女孩叫小慧 就是这个小慧为男朋友发明了一个 高大上的心词会叫实习男友 这就非常新鲜了 备胎都不叫备胎了 现如今备胎都有了非常高大上名词了 真心鲜呐 最关键这个实习男友还是有期限的 我们接下来看看小慧怎么说的 发明了一个新词汇 叫实习男友是吧 是的 一年为期是吧 对 现在是第11个月还是第12个月 11个月了吧 还有一个月就快要转正了 就在我们男嘉宾小于在第11个月的时候 小慧觉得小于平时对待自己 并没有起初承诺的那么好 所以小慧决定不让小于转正了 看看人家这恋爱谈的逼格可真高啊 但是事实无觉对剧情居然大反转了 所以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位实习男友 到底能不能转正了 我们先看看 为什么小慧不想让小于转正的原因吧 现在我们听着好像确实是小于有些三心二意了 你既然要给人家姑娘做专属饭菜拍专属视频 可你又将视频发给其他姑娘算怎么回事啊 我只想说一句姑娘开心最重要 专属视频这事就没必要太较真了 可是接下来小慧挑的这个毛病就太有意思了 老乡过生日 他尚赶着去人家家里给他做饭 他们玩得可开心了 然后他们还一起照了相 发了朋友圈 单单屏蔽了我呢 小于你这么做就有些过分了 也难怪人家小慧姑娘会生气 换做任何一个姑娘 我觉得都接受不了吧 感谢各位看课程案三秒 给图图一个霸道的鼓励 我们接着看看小于是怎么解释的 人家是过生日的 而且人家还是正常来说给我打电话 还是问我在方便的情况下 然后如过来去给他做个饭 而且人实在都蛮好 而且还是中午去的 让我喝酒我也没喝酒 我就直接我就做完饭 我吃了饭就回来 即使吧 这也不怪人家姑娘生气 既然你老乡过生日 你直接带小慧一起去 不就没这么一回事了吗 看着身体壮壮的 情商这块还是没能跟得上体重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小慧你把小于当一个实习男朋友 既然是实习的临时工 人家小于心里也可能 不会拿你当做正牌女朋友对待吧 不带你参加聚会 这也能说得过去 这小于还不单单只有这些事情 我们这位小于可谓真的是一名暖男 正因为小于暖的不行 又惹得小慧不高兴啊 其中到底因为什么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有一个女性朋友 发了个朋友圈 说自己生病了 对吗他 那他谁呀 他就跟我说 他是我老乡 那真老乡假老乡 咱是不知道 然后看了朋友圈之后呀 那比他忙的呀 又是包涛 又是做饭 又是录视频的 您看看 他都不献殷勤吗 看吧 小于这忙前忙后的 简直比他老乡的男朋友都忙 这也难怪小慧会生气了 你这临时工都这样 我还敢把你转正了 等你转正之后 还指不定怎么呢 但是凡事也不能听一面之词 对吧 咱也听听小于是怎么说的 而且那时候你也在旁边对吧 而且我是给人送庙饭 而且也不光是我自己去 一般人去 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去的 所以说所有的矛盾 只要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 把事情说开了就没事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人家一个实习的 你还能要求人家 像对待老婆一样对你吗 首先从你内心讲 你就只是把人家 当做一个备胎 人家也不会像对待女朋友 那样对待你的 咱这小于有一个爱好 也正是因为这个爱好 又惹得小慧生气了 事情是这样的 小于平时喜欢玩车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建了一个车友队 这群志同道合的人每周都会组织一次聚会 就在一次聚会当中发生一件事 这件事让小慧一直耿耿于怀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听小慧怎么说的 他们车友队有女生晕倒了 然后那么多人都没去把她送去医院 她倒好跑去前面献殷勤 把她送去医院 然后还给她订了药费 回头这个女生请她吃了饭 我觉得吧 乐于助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次就是小慧太小心眼了 话不多说 我们看看小于是怎么解释的 什么叫现阴晴 另外你说人晕倒了一起的 而且也不光我自己一个人去 我跟我那个 另一个车友跟我们一起去的 我跟他都没有发生过肢体接触 一切车是我开的 但报是人家报的 我连蹦我都没有蹦 这怎么就算是现阴晴了 听了小于的解释 好像小慧确实有些斤斤计较了 在人晕倒的情况下 我想只要是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任何人都不会羞手旁观吧 每次都是小于气小慧 这次就真的绝了 小慧想了一招气小于的办法 我们看看是怎么气的小于 能不能给我和你男子女照照照照片 就为了气气她吗 然后她说行 给我两个拍了照片 我就把我的照片 还有那张写生照 我给放了朋友圈里了 但是内容仅对她一人可见 小慧这一招测试男朋友的办法 相信有很多女孩子都玩过吧 你们测试男友之后男友反应怎样 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测试结果 让我们一起开心开心 你们想知道小于的反应吗 给图图点个免费的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就希望看到她有点反应 你治疗我也好 或者给我打个电话也行吧 人家给我点了个赞 啥也没了 亦不意外 惊不惊喜 小于的这一神操作 和你们的男朋友一样吗 来我们看看小于怎么解释的 那你看你都说了 你是我的小公主啊 那你说的话就圣旨啊 那你愿意跟谁出去玩出去玩这呗 你愿意跟谁去喝咖啡喝咖啡呗 另外我还是那种 我只是个实习男友好吗 看吧 小于也有了情绪了吧 既然你把小于当成实习男友 那么也别要求那么多 平时能让你开心就得了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要什么手表啊 不过接下来小慧又出了新的妖蛾子 我们一起看看小慧又是怎么说小于的 还有吧 我最忍受不了她哪一点呢 她是又胖又懒又馋 看到这里了 相信各位看客们都看出来 小于在小慧心中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了吧 这纯纯的就是一个傻不拉机的备胎啊 也许我用备胎来形容可能有些不正确 只能说小于这个小伙子真心是不错的 此时就连情感导师都实在看不下去了 珊娜老师的话让小慧哑口无言 不过确实也是这样的 幻想一下 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会大声说出你爱人的种种缺点吗 如果你爱她 我想你绝对不会这么说她 吃人都会有自尊有尊严 在节目现场这么多人 就这么说自己的男朋友 我觉得这是对一个男人羞辱 对 没错就是这个词羞辱 听听沙奈老师接下来怎么说的吧 你以为你现在这样做 很高高在上 朴公主样子是吗 姑娘 你现在特别作践你自己 你觉得她真的是在追求你吗 人家也把你当时期没有了 人家也是陪你闹着玩了 你以为追了那么长时间男孩是真爱吗 并不是 她只是征服欲 因为我没有征服这个女孩 我不行 我不甘心 否则真正喜欢一个女孩的男生 当她听到一个女人 自己喜欢的心爱的女孩 对自己是这个评价的时候 她怎么忍心在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所以说在你想着 怎样处心积虑地对待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同时在以同样方式回报你 我想在这里说一句 要爱情深爱 要不爱情离开 下面我们看看痴情的小鱼 最后是怎么挽留小慧的 又是一对情侣分开了 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或许两人分开之后 两人都能各自安好吧 我始终相信在一场感情当中 男一方付出的感情多 最终必定男一方伤得最重 最后再说一句 不要去细耍一个用真心去爱你的人 你在玩弄别人青春的同时 也是作诏了你自己 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 请用我们短暂的人生 用真心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从青丝到白头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